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探索活动光的反射路径 那我这边准备了一道雷射光 一面镜子 用橡皮擦 那你会发觉呢 翻格纸上会呈现着光的路径 从原本的光线到反射路径上面都有 那现在呢 我要在路径上面画黑线 把它标记出来 好 接着呢 我们要把雷射跟橡皮擦对掉 那看雷射所发出来的光线跟原本路径会不会一样 我们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将这边的红色雷射光对齐这条黑线 那这时候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觉反射出来的光跟这条黑线也会重叠在一起 好 下一步呢 我们要把雷射呢 橡皮擦跟镜子都移走 那接着我要把它指对折 看这两条黑线会不会重叠在一起 那对折的方向呢 应该是从这条为基准中线对折 那对折好后 你会发觉这两条黑线 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 好 最后一步呢 我们要把镜子往后移大约一公分 那我们看这时候呢 它的雷射光会怎么走 从我这里看到呢 然后这里反射出来的光会跟原本的黑线提醒